這個亂變 非常糟糕的事情 不為神 不為神是不否定神 但是不完全聽神的話 其實江太公啊 他是不用看十日 他不用判斷局凶 他事事順利 他有一件事情值得我們說的 就是武王 他要出兵去打傷重 一撲掛糟糕 這不利 而且一陣風過來 把旗桿 折成三段 然後報仪 不停 武王就跟江太公讲 我看種種迹象 都是不利的 我們是不是暫緩 這次不要打 江太公怎麼做 江太公把四朝折斷 枯朽的木頭 你要相信他 為什麼把旗桿 推折成三段 就是要我們出兵分三路 中間一路 左右兩路 講得那麼清楚 你聽不懂 為什麼下暴雨 就是我們很久沒有打仗了 替我們洗兵器 洗得乾乾淨淨 突 他是破除鼻心 但是他是焦文王 彰化的人 這不是矛盾嗎 沒有矛盾 應該信就要信 不應該信就不能信 又是這一套 這樣各位才知道 為什麼中國人要補掌 就是從前有一個人叫宰相 什麼名字不好叫 叫宰相 就是皇帝會問 要不要吃炸 宰相說 要 都是你們這些人 一天想問 想打仗 推出去 宰 再問第二个 要不要打仗 不要 都是你們這些人 汤匙怕匙 宰 天天有被宰之相 所以叫宰相 你什麼名字不叫 叫宰相 就是告訴宰相 你要懂這套 國王皇帝一問 要不要打仗 等我譜一個掛看看 然後祈禀皇上 掛說 不要打 他說的 不是我 要打他 其實是這樣而已 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你要好好去了解 我們整個的道統 都是有道理 都是經過精心設計的